丹門山所建物裡面空淡淡一片 這裡是廢站二十多年的台七客運大武站 過去城市南迴公路上重要的站點 不過自南迴鐵路正式通車後 因營運成本考量 一九九八年正式廢站 但車站建物已不堪使用 大武相關所決定拆除 卻也引起正反兩面的聲音 大武相關所表示 原本要重新活化車站空間 但經專家檢測鑑定 以不堪使用綠離子含量過高 判定為海沙屋 補槍已不符效益 綜合考量下才決定拆除重建 公所這方面在考量 在權衡之下 我想拆除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 但是為了大武的未來的發展 那我們會 我們還是希望說 可以活化這一塊地 而不是讓它顯置荒廢 大武相關所表示 採除工程已正式發包 預計近期就會執行 國來車站建築體採除後的建設 會採納各番意見 希望能創造新的產業發展結果 於是新文物局台東大武採訪報導 證行專業環境採取車 會 появ